邓超的性格和脑回路,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,明明可以吃偶像,实力演员吃晚饭,却偏偏要做个谐星,不论是在综艺还是在微博上,总是做出能让粉丝哈哈大小的事情来。 不过能有做喜剧的天赋,确实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,邓超在微博上发的内容可莫笑得最娘娘分离,而且他连两个孩子都不放过,已经不少次让他们出镜,还总向大家展示他们一家四口相处时候的趣事。 此外,超哥还总在微博上装作,是别人的样子来夸自己,江泽烈也已到了极致,一看这份资质,不当谐星真的可惜了。 今日,不知道邓超是看到了什么东西,还是受到了什么刺激,又或者觉得中国女兰打得太出色了,作为忠实观众的他觉得看得过瘾,想要给他们继续加油鼓劲, 于是邓超便在微博上发了一条,自己想要加入中国女兰的愿望,不得不说,超哥真的是很爱意想天开,还没等观众们集体拒绝呢? 中国女兰的姑娘们,就纷纷跑出来说话了,集体表示不愿意他的加入,原因也真的是句句都扎心,虽然有些想和邓超顾粉,但是也有些开玩笑似的,毫不留情,得吐槽起了邓超来。 他们表示道超的加入不仅会拉低整个团体的平均升高,还会拉低整个团体的平均年纪,这真的就像一把刀一样,拒之捅在超哥的心窝里,两个最要命的点都被女兰姑娘们吐露了出来,不知道超哥是何感想,你们觉得女兰姑娘,的门的回复怎么样? 也则猙獰,文中图片引入去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 这些练一的糖,请联系删除。